对了 下周赫世的三十多年晚宴 跟我一块儿去啊 晚宴 我不去 不去 为什么 所谓的晚宴 不就是穿着恨听高 和气都喘不过来的紧身衣 对着别人假笑 整晚占到小抽筋 都喝不上一口热汤吗 没意思 你可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是贺太太 如果你要是不出现的话 会引起别人的非议 最关键的 是大姑会起一些 那你就跟她说我生命了呀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愿意打个石膏 假装旧病复发 我就是明白了 你是在害怕自己 跳舞跳得不好吗 不会也对 对于像你这样小脑不健全 无法控制自己四肢协调的人 让你跳舞 确实抢着做难了 我告诉你 我小学可是我们广播体操领操员 舞蹈CV担当 华尔兹可跟你们的广播体操 是两个概念 不就是蹦叉叉吗 我妈他们公园里 那些他姨全都回来 我交给你看 看着啊 蹦叉叉 一二三 蹦叉叉 一二三 蹦叉 蹦蹦叉叉叉 跳个舞都能把自己的脚被踨到 到时候踩伤了我 我还得扣你工资 麻烦 你就是刺激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还真就受不得刺激 不就是跳舞吗 我学校给你看 吃饭 妈呀 我怎么就扛不住我的嘴呢